男人将一管病毒注射进猪仔的体内 导致猪仔命丧当场 他非常失望 因为此次实验又失败了 然而就在他离开实验室不久之后 那头死去的猪仔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并且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 等到男人再次返回 发现玻璃缸里的猪仔已经被他活活生吃 这说明他的实验成功了 原来这里是美墨边境的一处军事实验基地 为了强化士兵的作战能力 美军在基地里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 博士认为昆虫和人类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感受不到疼痛 并且还拥有与生俱来的战斗天赋 因此他从蚂蚁的身上提取出了一种基因 这种基因一旦与人类的基因完美结合 不但可以增强人类的战斗力 还可以减少他们的痛觉 这个想法倒是挺不错 可真正想要做到却并不简单 博士将制作完成的基因药剂注射进猪仔的体内 均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长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导致女医员当场发飙 临走之前还丢下一句狠话 要是一个星期之内没有成果 上校老黑和博士就都别干了 听了医员的话 老黑只能向博士施压 毕竟已经研究了三年 如果在期限之内还没有什么突破 那他们两个就真的完了 无奈博士只能继续用猪仔做实验 并且加大了药剂的剂量 只可惜结果都一样 每一只猪仔都出现了排异反应 看着这么多猪仔的尸体 老黑瞬间大发雷霆 为了不让医员发现 他立刻下令将这些尸体拿出去丢了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将会带来一场可怕的灾难 等到老黑走后 不死心的博士又爆出一只猪仔打了意 而一名士兵也按照老黑的吩咐 把猪仔的尸体丢弃在一处边境线的垃圾场内 可他刚离开没多久 原本已经死透的猪仔就发生了变异 他们成群结队地开始觅食 很快一只狐狼便出现在视野中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鸡肠碌碌的狐狼被当场分尸殆尽 吃完大餐的丧尸猪 似乎又在下水管道里闻到了其他猎物的味道 于是便一个接着一个地钻了进去 原来下水管道里有一只墨西哥的武装小队 正在抓捕一个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大毒枭 只可惜大毒枭已经在同伙的帮助下 通过一个秘密通道逃到了美国境内的基地 并且还在途中布置了炸弹 跟上来的小队毫无意外地触发了陷阱 小队死伤惨壮 但还是有几个命大的活了下来 然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 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 还没有从爆炸中缓过神来 他们又遭遇了丧尸猪的袭击 身经百战的武装小队怎么都不会想到 小猪幼崽竟然如此嗜血残暴 虽然最后凭借着强大的火力成功解决了眼前的麻烦 但同时所有人都被丧尸猪咬伤了 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 博士也惊奇地发现最后一个实验体竟然成功了 他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 老黑看到后也是喜出望外 这下总算可以交差了 但变异后的猪仔竟然同类像是 显然药剂还需要一些改进 不过在这之前 博士更加担心那些被丢弃的猪仔 是否也同样复活了 事不宜迟他立刻带着士兵来到垃圾场 这才发现那些猪仔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只留下一具面目全非的狐狼尸体 可就在两人四处寻找时 一只落单的丧尸猪突然出现在身后 女兵打算徒手上前去抓 但博士却叫他戴上手套 因为他已经见识到了丧尸猪的厉害之处 两人戴着手套缓缓逼近 最终凭借着默契的配合成功将其抓住 可没想到把丧尸猪带回基地时 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意外 一个老六士兵看着笼子里的丧尸猪非常可爱 于是不顾女兵的警告伸手去动 结果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 整个中指都被硬生生咬了下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女兵刚把他送到医务室 士兵就出现了变异的症状 博士得知情况后 赶紧叫人把士兵送到实验室 他知道这名士兵已经感染了病毒 于是决定将计就计 就用他来进行接下来的人体实验 而在另一边的下水管道里 那只被丧尸猪咬伤的武装小队也同样发生了变异 他们竟然直接挖开一个洞从里面钻了出来 在病毒的加持下 本就身经百战的武装小队变得更加强悍 嗅觉和视觉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除了嗜血成性以外 还保留了一丝之前的记忆 甚至都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 还要去抓捕那个逃出监狱的大毒枭 其强大的力量更是恐怖如斯 就连坚固的美墨边境墙 也能轻轻松松就搬开 就这样 一群丧尸特种兵成功来到了美国境内 并且开始四处搜寻大毒枭的踪迹 看到一条毒蛇挡到 女丧尸直接将他一把抓起 像吃辣条一样放进嘴里 一群偷渡客好不容易成功偷渡 就遭遇了这群丧尸特种兵 带他们过来的舌头 还以为是边境巡逻的士兵 看着对方扑过来 赶紧开枪射击 谁知子弹根本不起作用 一瞬间就被扑倒在地 偷渡客见状顿时就慌了 下得赶紧四散而逃 可丧尸的速度实在太快 跑到最后的大爷很快就被扑倒 与此同时 另外几只丧尸特种兵也纷纷出现 将其他人相继扑倒 男人见状赶紧站出来掩护怀孕的妻子先走 而自己却被当场打包带走 可怀孕的妻子又怎么可能逃脱 看着步步紧逼的怪物 女人吓得差点当场泄火 不过看着他肚子里的孩子 同样身为女人的丧尸 居然没有立马动手 还伸手摸了摸他的肚子 可就在女人以为可以逃过一劫时 而在另一边的大毒枭基地里 老大丧彪看着儿子卢卡非常无聊 又没有同龄人陪他一起玩耍 于是就给他买了一个无人机打发时间 收到礼物的卢卡非常高兴 立马就坐在基地的围墙上玩了起来 可玩着玩着他就发现无人机失去了信号 也看不到天上的无人机飞去了哪里 此时的卢卡已经忘记父亲不要踏出基地的告解 果断跟着飞行路线找了过去 很快他就收到了无人机的信号 还在镜头中看见了丧尸特种钉 不明所以的卢卡并未察觉到危险 以为只是几个普通人 于是继续寻找无人机 可就在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四处观察时 一块石头突然从山坡上滑落 紧接着一个男人出现在半山腰 卢卡见状赶紧挥手打招呼 可对方却发出奇怪的嘶吼声 并且快速从上面冲了下来 显然他就是被感染的偷渡客 卢卡见识不妙急忙开溜 但丧尸的速度快如闪电 几秒钟就冲了下来 眼看卢卡就要被追上 关键时刻一声枪响 丧尸阴声倒地 原来是管家胖叔发现卢卡不在基地后 立马就跟着找了过来 但着急安慰卢卡的胖叔却并不知道 刚刚的那一枪并没有打中丧尸的要害 很快丧尸又朝两人扑了过来 毫无防备的胖叔被一口咬在了脖子上 可知道枪里的子弹疼了 丧尸依旧生龙活虎 看着胖叔被压在下面 焦急的卢卡扛着一块石头便冲了过去 朝丧尸的背上猛地砸去 却反而被一巴掌拍飞 为了不让卢卡受到伤害 胖叔只能掏出匕首 对着丧尸的脑袋疯狂捅 这才将对方彻底杀死 他强忍着最后一丝意识叫卢卡赶紧去找父亲 卢卡前脚刚走 胖叔就出现了变异的症状 倒在地上疯狂抽搐 而此刻的丧彪也正在焦急地寻找着儿子 途中刚好遇见他折返回来 来不及解释 卢卡立刻拉着丧彪赶回去 可等两人来到目的地 胖叔已经陷入昏迷 这是变成丧尸的前兆 丧彪以为是仇家找上门来 于是拉着卢卡赶紧走 但在临走之前 卢卡还想跟朝夕相处的胖叔告个别 没想到就在这时 胖叔突然发生变异 他一把抓住卢卡的小腿提在半空 丧彪见状果断开枪射击 看着倒地的胖叔 丧彪以为他是敌人派来的卧底 直到听了儿子的解释 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可为了安全考虑 丧彪也只能先带着卢卡离开现场 但他并不知道 丧尸并没有死 在他被击中的心脏旁 还有另外一个发黑的心脏 而在另一边的实验基地里 博士还在对感染的士兵进行研究 并且还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他赶紧叫来老黑 迫不及待地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研究成果